MING PAO CANADA 贵博 哈啰 各位早安 到7月21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今天的ET开始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上有 door 综媒政券研究部 执行董事王伟豪Ravi 为大家分析视伐解答 投资问题 早上Ravi 好 美股星期四是個別發展 因為美國的企業業績表現參差 導致9年升等納資急錯2% 主要受到Tesla和Netflix急跌拖累 而銀行出資穩定人民幣匯價 港股希望能否存定一點 行資其實跌19點,高稅7點 等下Raffy也跟我們分析如何看最新市況發展 大家有什麼個別股票嫌難的話 歡迎WhatsApp留言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5 或在節目留言區留言 說明你的名字和想問的股票問題 現在先看看外圍表現 企股進入業績高峰期 今個星期起 由科技股業績擔大期 但普遍只是符合甚至差過市場預期 部分企業甚至說明 經濟環境未來可能影響業績表現 科技股集體回調 多累到納資曾經跌了2.3% 而道指成分股強生的業績好過預期 而高成和波音都大升 帶動著道指中段升幅 曾經擴大到超過300點 不過收市升幅近乎腰斬 道指收市仍然升到163點 報35,225點 標指跌30點 報4534點 納資跌294點 報14,063點 美國首次新領域救濟金人數回落到22萬8千人 小過預期 而連續新領救濟金人數就高過市場預期 數據公佈後 美匯指數再彈升大約0.5% 而下星期加息的預期升溫 美國10年期債息曾經彈升到3.87的水平 看看焦點的美股 Tesla 軌跡引發憂慮 股價急錯超過9% 收報262.9美元 而Netflix 第三季收入展望差過預期 股價急跌超過8% NVIDIA、META和亞馬遜跌大約3%至4% 蘋果和微軟跌1%至2% 看看焦點的中概股和ADR的表現 麥亞里和京東比起港股升0.3% 阿里至算佈89.76 恒信ADR至算佈331.94 比本港收市價低0.3% 美團亦跌大約0.3% 百度跌0.6% 至於匯控繼續偏強 ADR至算佈64.7 比本港收市價升1.4% 友邦和港交所 未跌0.1%至0.2% 建行跌0.6% 我們看看今早外圍市況 導致期貨是安卡韻 差15416點升15點 納資期貨微微偏遠 至於亞太區股市 我們看看 亞太區股市普遍都要向下 其中日本市跌0.8% 日經平均指數32207點 跌283點 南韓市跌0.7% 澳洲跌0.3% 新西蘭市未跌3點 我們可以看看恆子黑企 恆子黑企 變動也不算大 跌9點左右 先講講外圍最新情況 因為率先Tesla Netflix 公佈了業績之後 大家有點擔心 好像打了一個 不是很好的開頭 就是為科網股 下個星期還有很多 接下來有其他大型的業績 還有納資調整股份權重 會正式生效 還有聯儲局意識的重頭起 究竟會否有個 美股借勢有一個明顯的回調 還是覺得 這次反而大家可以 期待有一個入貨的機會呢 如果你說是不是有入貨的機會 如果真的有調整也好 要看一看調多深 如果你說真的調得深 而本身調整完之後 其實沒有改變大家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的確是一個 比較好的入市機會 因為始終美股 無論你看過指數 或者可能個別的股份 或者那幾隻大的 其實我想一直以來 大家都覺得很難拿去買 因為都是比較貴 沒錯 而且一直都在升上去 所以如果真的這樣 我覺得可以的 但是問題就是 會不會出現這件事 會不會有個 大條井 或者大跌 還是怎樣 我想暫時 我自己覺得 又未至於對整個 美股 或者三個指數一樣 可能有一個 同步地很大的下跌 這個未必會那麼一樣 那麼一致 可能比較個別一點 可能不同的指數 個別一點 好像比如這幾晚也是 昨晚你看到納指是回的 可能Dow其實還是OK的 曾經都 而以來的 可能指數裡面也好 可能個別的股份 也是有影響的 譬如如我們所說的 因為業績 而部分就可能有一些 顯著一些調整 但其他可能 产生得住 譬如好像這幾晚 譬如昨晚也是 Tesla Netflix 就可能回得多一點 譬如TSM 也是回回一些 但是 其他就暫時 都算是OK的 所以我想 也是維持 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 你說最大的事件來計算 當然 同意看著業績 看著儲局意識等等 但是我想儲局意識那邊 其實大家都預期了 你看今次加25點 其實也 九成多機會都預期了 應該都是加硬的 即不加是大事件來的 所以這個就未必說 太憂慮的 反而可能透過今次 加完25點之後 每天都是那句 看看 譬如鮑威爾 怎樣說 或者怎樣估計 因為 現在很有趣的就是 可能加完這次 又會停一次 到可能11月才再加 即是變成家庭 家庭變成回花間足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未必對股市 是太好的 因為以往來說 在這麼多年 加息周期裡面 都是的 你反而 繼續加上去 或者真的說到不加 大家是有得 明顯一點 就知道怎樣做 但是如果你說 時加時不加 變來變去 就真的令大家 反而可能先沽了課 所以這件事 如果真的這麼說的話 可能的確令股市 有些調整壓力 而至於說 各備的業績 正如剛才說 昨晚各備一兩隻跌得 明顯一點 也拖回市落回來 但是我想暫時是否 當然不會說 叫大家第一棍下來 立即就撓回頭 但是是不是真的很擔心 或者立即又因為 那份業績看得很淡呢 我覺得又未主 是 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 究竟本身這些行業前景 大家覺得如何 以來究竟有沒有其他 現在可能 扯到資金的一些股份和辦法 但是以這兩個角度來說 其實暫時又沒有這些 因為如果你 這幾晚會的 都是因為純資業績而已 但是如果你說 Tesla本身 可能是電動車也好 或者剛才拉開 Tesla本身 芯片的 AI 這些全都是新經濟 新科技的東西 其實過去的前景 不會特別危險的 而你說有沒有其他板塊 去搶到錢 更加不明顯 其實你過去 美股那年過去都是 這七隻八隻 大家都知道的了 所以我想暫時又未主 因為一棍能力 就立即轉了台線 但是當然 不會讓大家 這麼快就去撓住了 因為其實說真的 譬如拿開 Tesla本身為例 過去不是沒有見過這樣的 就是上一次業績都試過 有業績之後 撞到很誇張 但是撞完一兩棍之後 慢慢慢慢 你看圖都知道 又是撞上來 所以我想可以等下 如果你說等下 看看調了多少 或者市場覺得 要調到什麼位置 才有個選定 這樣才慢慢去買 會好一點 我想這樣做會比較合理 但是暫時計 當然借著一份業績 可能的確部分股份 有一點高位調整壓力 也不奇怪 因為你看到價格 也先上到這麼高位置 所以我們先看它跌定 是嗎? 不用這麼急著 剛才也有提及過 聯署局的未來方向 才是重點 其實我也可以引述前主席 白藍克的看法 他就覺得 今次七月 應該會再加息25點子之後 應該是 今輪最後一次 這是前主席 不是現任主席 Bernarkey之前 就是他前主席的看法 他說因為覺得 隨著租金上漲 消退 車價跌 預計未來六個月 通脹可以更持久 去到3%到3.5%的區間 又說明年初可能會再降到 接近3%的水平 要看好通脹 應該可以溫和地放緩 所以這次應該不用再加 如果真的到時 要是這個情境出來才會 市場試出一個很好的消息 是嗎? 這次的看法 如果你說要市場對儲局加息的因素上 覺得是解到為樂觀 當然也同意 我想一來剛才提到 起碼明確地告訴大家 究竟方向是怎樣 而二來 我想明確地告訴大家 家圓 這也一定是一個更加利好 而三來可能就是 會不會 玩花之前曾經市場估過的 減息那樣東西 這又是這些會因素 才對市場是大一點的刺激 但當然這三個因素 就是這三個點 我想 出現在這次議會之後的機會 就不算太高 因為一來其實你以現任主席 其實就很少可說話這麼清晰 就是一向都是兩邊 無理兩邊 戴頭盔又一時說這些 一時說這些 會平衡整件事 所以我想他又不會很清楚 告訴大家 家園不加 就是一定不會這樣說 我想不夠膽這樣說 因為隨時你這樣說 如果突然通脹突然把聲上來 那怎麼辦呢 因為現在的通脹當然大家都知道 不是說有那些商品價格 不是說有那些帶動 但是 你的工資 其實有這些服務性拉動 其實都還有這個可能 小小回升的可能性 所以我想他趕到這麼實在的機會 又不是太高 而二來 剛才提到的 說得這麼明確不高 之餘 正如現在市場股 可能是 梅花間足 所以未主說這麼明確地 已經是家園 那三年就算他覺得 真的家園 我想他也會繼續說一句 就是應該保持著 在現在相當高的上面一段時間 即是未必說 即是家園立即到 V是減回頭的那種 所以我想幾個東西來講 是否令到 市場很好炒 因為意識有一個很大的炒作空間呢 我覺得又未主席 但是當然 實際來說 真的要等下星期的意識之後 因為始終 不知道的 可能突然間他又這樣說 所以我想 看一看他講什麼 但我覺得機率性暫時不太高 當然 to be fair 不在其位 當然說話 輕鬆一點 容易一點 我們不應該這樣 比較兩個 前主任任主席的言論 我們到時看看下星期怎麼說 我們先轉看港股上日的表現 大市高開之後都回落 到跌收場 恆子原本高開50點 早段曾經升超過200點 高的見19215點 之後調頭向下 恆子收跌24點 添補18928點 成交額1048億 波子跌1.2% 報4063點 ATM向下 阿里巴巴跌近1% 手機市被股捱沽 順雨發營景之後 大跌超過1.3% 碎升跌5% 內房股逆市做好 碧桂園和龍湖升超過3% 看北水本路 北水前日大舉流入ETF之後 昨日隨即大幅流走 全日錄得大約138億正流出 資金主要是購買騰訊 如果在個股方面 騰訊錄得3億1000萬的正流入 中移動和中電信分別 給支1億8千萬和8千萬 在正流出的個股方面 北水也是流出ETF為主 盈富基金走資92億4千萬 恆生國止ETF走資46億 市況是這樣的 連續港股3天有個回調 現場內地的經濟數據 近日都很一般 所以都開始連回 都是繼續出招 有些不同的招數 最新有拆民企 現在傳說放鬆內房政策 還有人口也出手穩定 人民幣匯價 但是昨天恆子也要先升厚跌 究竟仍然打不起市場仍然弱 還是在等待更大的消息才一次過來呢 我想在等待更大 或是希望更大 因為坦白說 以現時的招數來說 對於港股來說 刺激作為大動性不算非常大 整體來說港股仍是處於一個 可能比較黏的架構 即是你說是否大一點 過去幾個星期都不斷說 我覺得還未構成這樣 因為股值已經很低 但問題就是上不了 一來我想大家沒有了意欲 很多人都不參與 而以來我想 也是剛才提及的股值問題 即是你彈的近年最高都是10倍 變相現在計算可能最高兩萬年 所以來去都是這個 比較窄的區間去上落 所以我想大方還是這樣看 而且剛才提及一些政策 沒錯這幾天是開始多一些消息的 例如剛才提及民企的31條 或者可能昨天又提及內房那些什麼一線城市 可能又叫放股限太限購 又說人民幣又說有加什麼調節的參數 調升 所以是有些動作正在做的 但問題是有沒有效 或者大家覺得是否真的好 所謂的放大招 或者很有吸引性去買貨呢 似乎看起來又不是 因為你說真的 那所謂的民企三十一條 我想 又是那一句 看著自己 大家每次都認識 但是 加起來又是不知道其實會做什麼 有些空泛 或者這樣說 不行 很實在告訴大家 到底會怎樣怎樣做 所以是否真的好像以往那樣 例如刺激某些板塊呢 或者對於什麼 賺錢出來呢 又不是這類型的 像一個表態 對 而且都是一些意見 很多都是指導 意見 想你這樣做 不是說一定要這樣做 只是給大家一個框架 所以其實又不算是很大的一個刺激 或者利好 而以來 人民幣那樣東西 剛才說的調整參數 沒錯 昨天人質疑得很厲害 利岸價很急 亦曾經大方的市是彈過下 但是你見到 最後埋單的港股也彈不起了 意味著一點就是 我想就算這刻人民幣再彈 始終港股的信心問題 都是差跌 以及人民幣彈 也是借著剛才說的 政策是夾一點點 但是大方的始終都應該是 有機會比較弱一點 那邊的機會 但是因為你都是 中美息差的問題 以及貨幣政策的取向不同的問題 所以變相我覺得 大方就只能緩和到弱勢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轉勤呢 這個暫時未必是這麼明顯的 所以我覺得幾件事加起來 再加起來 雖然說過去星期一 我們打風的時間 內地那集數的第二季就差了 但是其實實際來說 跟內地原本的股價差不多 距比與其低 但是你頭半年來計算 你的GDP增長 5點多 跟原本年初定5%是OK的 只不過你們的行業 都覺得它很樂觀 6點多 所以你才有一個修正的 但是內地可能覺得其實是OK的 所以 是不是這麼迫切要放很多 大的招數 政策會有的 但是是不是很大的招數 會刺激得很厲害呢 似乎現在看到有好似不是